好 2月14号大年初五也是浪漫的夕阳情人节 不光是爱河湾 连这个台北车站也举办了一场超闪的百人接吻派对 有热恋的情侣 也有这个爱情长跑的夫妻 在下午13点14分呢 集体亲吻 画面是充满粉红泡泡 2 1 我们嘴嘴的亲吻 情人节下午13点14分 北车广场成了大型放闪现场 有的情侣轻轻的吻 有的来个发式声吻 哇 这画面真的好甜 原来是廉价遇上西洋情人节 百货举办的百人亲吻派对 七八年了 对对对 相亲还有恋爱的感觉吗 有 还有小宝宝 在肚子里面 想说参加这个活动 在那时期 爱你啊 每天都是情人节 最爱她哪边 就是 全部 把爱大声说出来 真的很有纪念意义 但男朋友如果有点求生欲 还是送礼比较实际 调查也发现 今年情人节 女生们最想收到的礼物之一 就是花 尤其像我手上这样子的三朵玫瑰 因为花语就是 我爱你 翡翠红玫瑰 点缀雪白的深山鹰 这么梦幻美丽的鲜花 一直都是送礼安全牌 数量不用多也能传爱 两朵的花语心心相应 五朵是无怨无悔 九朵期盼长长久久 最多人选 那有些还有从国外订花 然后送给老婆的 两三个单 有从香港 有从纽约 跟我们订花 也有蛮多是跟我们订花 然后送到餐厅里面去 那今年主要的话 就订花束比较多 因为花束拍照比较有仪式感 今年情人节 花束 香芬跟首饰 就是热门送礼前三名 平淡之中也别忘记 制造一些些浪漫 记者万家为留知特别报导 再见 水 楣